大姑姐我们拔那么多萝卜干嘛 趁现在天气好 我们拔回去晒萝卜干呀 萝卜干有什么好吃的 还不如拿来包排骨呢 就你会吃 排骨多贵呀 赶紧干活吧 我还要趁天气好晒呢 好了够了 还要一份 走吧 哎呀电行走快一点不要玩手机了 哇大姑姐发财了 给我看一下 这么多看也不知道谁掉的 哎呀管他是谁的把钱拿走就行了 哎呀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了 始祖现在肯定很着急的 这种便宜我们怎么能贪呢 我路边捡到的又不是拖的墙的 就你好心 反正就是不行 这样吧你先回去把这个萝卜给晒了 我在这里等司祖 我又不会晒 你自己回去弄吧 我在这里等就行了 那行吧你在这里等吧 但你千万不要动人家的钱哦 哎呀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 你自己去忙着呢 你自己去忙的吧 我去忙了 那边就把他家里边做好 给地细胞摊吧 帮你啊 好 给我买个排骨 好 这个吧 好的 先封过去了 谢谢啊 娘们 点心来了 大哥 你在找什么 你在这儿有没有看到一个黑色的钱包 里面有什么的 有几张银行卡 还有几百块现金吧 那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个 谢谢啊 没事 你找到就好 你站住 怎么少了500块钱啊 我不知道啊 我又没有碰你里面的东西 不是你还有谁 本来有八张一百的 现在只有三张了 我 我真的没有拿啊 你赶紧还给我 不然我就要报警了 真是好心没好报 说我倒霉 这差不多 怎么了 弟媳 还不都是因为你 烂当什么好人 现在好了吧 让我倒贴了500块 啊 发生了什么事啊 那个掉了钱的大哥 废说他少了500块钱 我说不过他就赔了给他了 这刚过完年的 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难道本命年就真的这么不顺吗 找老师看看先 上哪找老师看呀 就用这个高原会啊 这个可以看婚姻吗 靠不靠谱的 当然啦 我跟你弟结婚前都是在里面找老师看的 说我们非常合适 这不就在一起了吗 日子当初也选得很不错呀 那段时间还赚了点小钱 你赶紧去试试吧 喂老婆 喂老公 我拿了你500块打麻将 跟你说一声 哎呀 你怎么不早点说呀 被你害惨呢 你先别生气了 谁也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 我这里有几百块钱 你先拿着呗 我不要 二十季 我我我费得赶紧 我放北来 你别遍 我带你回去 你去坐下 我给你去坐下 我没看你 帝帝 帝帝 赶紧来吃饭啦 来 你喜欢喝的萝卜排骨汤 你吃 哎 你慢点喝 别烫着了 烫算了 不用那么在意的 我们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 也许这只是一个意外 但我始终相信好人是有好报的 那这个好人就留给你做吧 我才不相信好人会有好报 有人在家吗 门没锁 进来吧 哎 小米 你们在吃饭啊 刚刚不好意思冤枉你弟兄了 这500块还给你吧 没事 误会解开了就好 不好意思啊 那我先回去了 哎 留下吃个饭吧 不用了 我说的没错吧